所以你是在关心我 我是在关心我的员工 那我也得谢谢你 来 尝尝 我不饿 谢谢 这可是我跟严陆 尝试了市面上各种小火锅 清点的第一名 那老师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说 严陆他是什么时候 去你那儿开始心理咨询的 作为一名心理 我知道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 按照行规 是不能透露来访者的隐私的 可是你也知道 我是为了找严陆 能不能在可以的范围 那稍微透露一点点 自从严陆失踪以后 其实我特别地自责 作为他最好的朋友 我居然都不知道 他去做心理咨询 也不知道W的存在 他最难的时候 我一点都没有帮上他 大部分人在面对工作 或者生活上的压力时 或多或少 都会有情绪上的问题 他们来做心理咨询时 一般是不想告诉别人的 尤其是亲近的人 如果严陆没有告诉过你 W的存在 也没有告诉你他来我这里 做心理咨询 可能也恰恰是因为你 是他最亲近的人 不过我反倒觉得 你对他应该是有帮助的 真的吗 他能有你这个像小太阳一样的闺蜜 也是一种幸运吧 我觉得你能给他带来乐观 和积极向上的态度 虽然你话有点多 但你这样的话牢 也能在生活中 给他带来一些 别样的生活情趣 这次再夸我吧 我只是不想让你太自责 应该不是一点你能说的吧 比如说催眠真的那么有用吗 虽然我之前试过一次 但现在想起 还是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催眠能打开机会在意识 和潜意识之间的那扇门 去探索更深层的欲望 创伤以及久远的记忆 只要来访者愿意和催眠室 进行配合 就可以不断地进行尝试和探索 问题本身不是关键 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关键 感觉咱们俩的工作差不多嘛 都是别人的情感垃圾桶 把别人的负面情绪 转化成正能量 你的问题问完了 那我问你 你是怎么想到要成为情感博主的 这个 这个得从我大学的时候说起 大学的时候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进入了校广播站 参与主持了女生新式栏目 欢迎来到女生新式栏目 我是你们的萧萧 我马上要和她第一次约会了 但是我特别紧张 最近因为熬夜状态特别差 脸上还有痘痘 要不然我和她改天再去约会吧 第一次约会 难免内心忐忑 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打了退堂鼓 那对方就会认为 你是不是不喜欢她再拒绝她 你只是长了一个小小的痘痘 真正喜欢你的人是不会在意的 赶紧画上妆出发吧 我听说我男朋友还在追别的女生 我只是她的备胎 我很爱她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 感情里最重要的是及时止损 长痛不如短痛 你需要的是一辆好车 而它只是辆破车 只有破车才需要备胎 每当看到她们因为我的一点小提议 在恋情中有所收获和成长 我也会很满足 我希望能继续给大家提供一个 倾诉情感问题的平台 所以我创建了公众号 叫肖贝贝先从校友群开始传播 慢慢地在年轻女生的群体里 积累起了粉丝 我还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她家里电费签费了 我忘交了 你去找脚肥丹啊 浪着干吗 那你 你找找这桌子上的 你看看这儿有没有啊 密码错误 请重新输入 密码错误 请重新输入 密码错误 君二 开锁 露露 露露 你终于回来了 你干什么 站住 快去